我们的小泽竟然不见了 一早起来小泽不见了 昨天还在这边骑车 那我们的小泽是停在这里 昨天晚上12点睡觉的时候看还在 但是今天早上起来 大概不到9点 就看小泽竟然不见了 那我们现在要去公安那边 去报案 其实这旁边就有一个摄像头 摄像头 在哪里 在这边 那一直觉得很安心这里的治安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也就很放心的把小泽 停在车后的路边 想说在路边上 行人走来走去的应该也不至于说会有什么 拿走啊这些行为 就没有想到被我们遇上了 真的是让人很错愕 非常错愕的一件事 其实说错了是我个人感受的是 与其说错了更多的是失望吧 就是我们这么相信一个地方的治安 但是还是会有这些 真的不想讲什么不好的字啊 什么偷窃这些 但是我希望那个人是不经意的拿走 拿错了吧 我希望他是不小心拿错了 然后发现拿错了再拿来还 但第一个动作呢 还是先去报案 你好你好 我要报案 蛤 对我要报警 因为我那个订瓶车不见 那我要调那个监控 来看 我在体育馆这边 我那个订瓶车 就是折叠式的订瓶车 我昨天放在 因为我车子停在那个 体育馆旁边的那个停车场 那我把他停在那个 停车场跟马路的人行道上面 那我电瓶拔底 好 放在这里 这里啊 我就放在这里啊 所以现在就是 警察回去调这个监视 太厉害了 那个小孩是谁 这个我们是10点02报案的 然后到11点16就已经 找到小孩了 找到拿我们车子的小孩 我们吃饭吃到一半 然后熊大突然接到电话 他是那个派出所警察打来的 他怎么说 他说 他说 你那个车子帮你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然后我说 哦 好好好好 他说你现在能不能过来吗 好 然后你开个房车过来载 嗯 嗯 然后你开个车过来载啊 嗯 很快啊 嗯 可是能不能明天过去拿 嗯 他说最好是今天过来拿 要不然多闹门间 哦哦 那我们就 坐这两天 好啊 我们小泽找回来超开心 吃饭吃到一半 突然 我们现在整个桌子 背盘狼极的 但是我们还要去 找小泽回来 本来想说可能就不见了 然后我觉得这边 这超有效率的 我们等一下去派出所找 找看小泽的状况吧 走吧 走吧 我们刚刚接到那个派出所 打电话来 然后就说 你们的车把你找到了 哈哈哈哈 你要不要过来 派出所这个 把车子拿走了 对 超开心的 我们现在去派出所 看看小泽回来的状况 开心 适合复得的小泽 结果小泽回来 不要断一只脚 哈哈哈哈 少一个轮子 哎呦 回去看看 现在是晚上的七点半 那我们现在要到派出所 现在来派出所这边 来领回我们的小泽 这边就公安派出所 我们来这边领小泽看 是 是 哈哈哈 我们小泽在外面 哈哈哈 小泽 你回来了 是这一台 黑黑的看不清楚 我们现在要带小泽回家了 感觉很像是娶媳妇 感觉很像是那种娶媳妇 是不是 就是 要把他带回家的感觉 有一种很雀跃的心情 然后觉得小泽在外面 真的是受苦了 现在到这个派出所 小泽在这里 小泽在旁边看到了 要带他回家 我们找到小泽 小泽回家了 简单讲述一下发生的经过好了 就是我们的车子 我们的小泽 电瓶小泽 大家知道我们 就是 房车旅游都会骑着他到处走 那我们就把他停在我们的车后 那没有上锁 真的是比较忽略的一点 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半夜还在 然后早上起来呢 就发现不见了 我们早上大概10点就去报案 那去报案10点02打了电话 去报案之后 其实这边办案效率非常的高 在打电话之后呢 警察就主动到我们的停车地方了解的事情之后 然后回去调监视器 在我们报案后的一个小时 警察就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他已经找到是谁拿了我们的小泽 是非常有效率的 所以这边的天网真的是保护好人 很快就能够把那个坏蛋就抓到了 那在当天的晚上7点也就是报案之后的8个小时 警察就打电话跟我们说小泽回来了 那因为拿这个小泽他是一个就是未成年的孩子 家里是比较辛苦的 所以中间有大概有7个小时的等待时间 其实已经知道是谁了 只是还联络不到那个孩子 所以呢 整个事情发生报案 一个小时找到对象 再过了7个小时 完整把小泽找到再回家 所以呢我觉得这边的整个经验虽然过程当中觉得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真是倒霉 但是我觉得也看到这边的就是人兵保姆行政效率的一面 而且他就是我们只是打通电话 所有事情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帮我们的警员 谢谢你们 让我们把小泽带回家 继续旅游啰 小泽不活了 带小泽回家 We're so happy that you were born Horray hooray hooray Today's your day We're so happy to say We're so happy that you were born Horray hooray hooray